翱翔在祖国领空的尖石飞机,神灵设全世界能独立设计,制造战斗机的国家寥寥无几。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监石在成都首飞,这是中国航空工业历经五十余年,铸旧的工业王冠,它的横空出世,将共和国太陆苍穹的历史分成了两段,一段是宝质,改建,尝试研制,一段则是自行设计,现代化的自主研制,不知不觉中,监石已走过二十年。 二零零六年,它呈建制装备部队,让整个世界见识了东方猛龙的历史,二零零八年入海航展,二零零九年国庆日兵,世人终于看清了它的面容,大三小异的压势布局,如一丁出少历剑,那些曾是机密的故事,也慢慢解密,从胶片上的设计图,变成十号工程,再到监石大家族,历时三十八年, 前十八年数次面临下马,而后又起死回生,最终实现首飞,后二十年,是不断是飞突破,不断改进成长的二十年,靠五亿元起步坚实的降生,源于一个建议, 1981年年底,时任国防科工为副主任,的邹家华向邓小平同志建议,开始搞新一代监机机,预计出七投资约五亿元,邓小平批示,新建项目较为重要,前期投资五亿左右,目前花钱也不多,你同意? 一般来说,国外搞一个新机型,没有一百亿美元拿不下来,而新建的前期经费经五亿元,以今天的眼光看,实在太少, 但在一,高,协作面最广的复杂系统工程,需要涉及空气动力,电子信息,材料眼睛,机械制造等十四个部位, 一百多交单位,数十万人直接参与,搞一架飞机,就想指挥一个大军团作战,摆在宋文聪面前最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八个军工单位,据龙岛监视这名大旗下,为此,他做了一件在当时备受非议的事,就是对苏式军工科研体制进行了改革, 一是建立总设计师系统,系统分为三级,第一级为型号总设计师,第二级为系统总设计师,第三级为飞机一次配套新产品的总设计师,主任主管设计师, 这是把参与研制的不同行业,部门的设计师都内入系统管理,二是建立技术经济负责制,每一项成品必须兼持先有人理性试验, 单个成品试验,再到地面系统试验,机上试验和飞行试验的做法,成品不合格,就不给钱, 三是推广应用计划评审技术,严格型号研制程式,编制各级网络图,从方案乱照,初步设计,到发设计图和制造,总装几个阶段, 每个阶段都必须进行评审,通过评审才能进入下一个阶段, 四是组织重大技术公关,对直接影响整个飞机研制进程的技术问题, 由总设计师系统组织公关,五是坚持全过程质量管理,上述措施, 都是针对当时科研体制的必定提出来的,以前的航空科研体系, 虽说,也有总设计师,在配套分系统的研制单位,和,主机所一样,属于航空部下属单位, 大家评级,没有明确的上下级隶属关系,结果往往就是扯皮,扯来扯去直到型号, 完蛋了时,宋文聪有针对型币进行改革,等于把全国几百个参加研制的场所, 数十万科研人员和公园,都紧紧捆绑到坚持这架飞机上了, 作为总师,没有强有力的手段做保障,如何能够统筹,指挥整个工程的推进呢? 又如何保证相关子系统的研制进度和质量呢? 正是这套成功的项目管理,换来了10号工程的进度和质量, 触动利益的改革,原来冷潮热风也不稀奇, 有人这样吻松吻松, 松总啊,搞一个型号飞机少则十年八年,多则十年二十年, 你今年已经五十多岁了,年龄不饶人啊, 这架飞机在你手里最终能设计定型吗? 宋文聪的回答很有水平, 我老宋还能活多少年? 这架飞机能不能在我手里定型? 我说了不算,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通过这架飞机的研制, 中国一大批现代飞机设计研制的人才肯定会成长起来, 我们只要为他们铺好了路, 到时候我老宋再不再没关系, 自然会有比我宋文聪更造名的人来接着干, 正是通过情号设计师队伍的组件, 又经过坚实的实战魔力, 一批年轻设计师呈将起来, 成了我国航空工业最宝贵的财富, 接二十的总设计师杨伟, 就是宋文聪的弟子, 接班时他和宋文聪相差, 33岁,60%新品的挑战按照国际上部成文的惯例, 一架飞机上研制的新产品, 绝对不能超过30%, 超过30%,飞机研制成功的可能性将大打折扣, 而坚实研发过程中采用非常多的新设计, 新技术, 新工艺, 就连原材料, 原器件都要上一个陡峭的台阶, 有人断言, 坚实的新产品率超过60%, 这在航空史上肯定要失败的, 冒险, 其实是无奈之举, 我国几十年来基本以保持别人的飞机为主, 总是照猫画糊, 航空技术储备上, 工业基础差, 另外, 坚实飞机是个跨大的型号, 技术指标要求高, 说白了, 新的机体, 新的发动机, 新的航电, 新的控制系统, 新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技术, 什么都是新的, 这些难题如何突破, 靠别人还是靠自己, 时常要面临天人交战的抉择, 比如, 坚实对于数控加工水平要求极高, 尤其体落架部分, 是设计中的一块硬虎套, 为了项目的快速推进, 和国外合作, 被纳入了考虑之中, 然而谈判却陷入了僵局, 外国专家刚傲地表示, 你们的技术不行, 你们的方案不行, 你们的人员不行, 这样的起落架, 你们是考不出来的, 你们肯定干不了的, 等你们干不了的时候, 随时可以再来找我们, 但那时的价钱我们只能在协商了, 265万美元的评审费, 1100万美元的设计费, 换来的仅仅是一个体落架, 到底干不干, 宋孟聪说, 即使有这笔钱, 也不能这样打水漂, 他一直生神气的, 1960年苏联专家走了, 112场是飞车尖里, 不论是装好还是没装好的飞机, 都成了钢铁垃圾, 只能可怜兮兮的躺在厂房的角落里, 看别人的冷白头, 只能是乞丐, 他告诉负责起落架的同志们, 不要等, 不要靠, 也不要指望外国人会帮我们, 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 让坚持飞机, 的起落架, 留着我们自己的血液, 此后, 200多次的试验, 轮胎烧船了一个又一个, 巨大的咣当声听了一次又一次, 起落架终于可以承担 起落架了整个飞机的重量, 小世纪90年代初, 中国着手引进苏二十七, 苏三十等第三代战斗机, 空军从训练和装备开始下信息化, 现代化军队的转型, 这本是好事, 却给坚持带来了最大的危机, 苏二十七引进后, 右高层领导提出, 坚持别再搞了, 还不如拿研发的钱买飞机, 或者再走一遍引进, 保持改进的道路, 能快速形成空军集训的战斗力, 快速获得三代战斗机新技术, 省钱, 省时, 省力, 队部队和军工行业都是更好的选择, 事件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安宋文聪, 老宋, 监时和苏二十七有何不同啊, 宋文聪进行了详细说明和对比, 主张两架飞机各有所长, 在作战中互相配合, 都是解放军所需要的, 最终留华清台版, 外国飞机再好, 也是别人教孩子, 监时搞出来, 才是自家孩子, 有出息, 压力, 不只是来自国外, 还来自经费,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是会上流行着, 杠原子弹, 的不如麦茶叶弹的段子, 很多产工企业软型, 本来制造飞机的, 竟然去制造塑胶手套, 范盒, 当时, 宋文聪的工资也只有1000元, 是广州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 由于经费得不到保障, 监时的研制已经在借钱运行了, 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谢光,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 无可奈何的给了两个字, 对内教堯, 对外教徒, 你们这是五分钱想上长城, 连车票钱都没有, 眼看初步设计完成了, 却没法发图, 眼看青年人下海了, 出国了, 宋总拿着他的有机玻璃模型, 不但定了, 或许是受了立像时的启迪, 他决定把模型放大, 先把全尺寸量机搞出来, 毕竟, 摆文不如一件, 全尺寸量机可以让试飞员体验操纵, 让设计实验证自己的设计和工艺, 也能够给人们一个最直观的印象, 最重要的是, 全尺寸量机可以利用有限的研发经费, 展示出阶段成果, 鼓舞大家的士气, 坚实全尺寸量机装配过程中, 虽然不能飞上天, 但该有的一样不少, 515个部件, 1000多条导管, 是一公里的电缆, 1991年8月2, 7日, 经过了27个昼夜的拼搏, 他们终于让这架银色的飞机出现在人们面前, 就在这一年, 海湾战争爆发了, 惨烈的画面和意外的结局, 给周围, 领导极大的震动, 别说小米架步枪, 就是大炮加导弹的时代都结束了, 取而代之的是飞机加导弹, 甚至电子和信息化的时代, 得知坚实的坚实样机已经完成, 中央和军队的各路领导, 都到成都参观, 将泽民同志定调说新坚是个宝, 在某种情况下比原子弹都重要, 从此飞机研制探入正常轨道, 首飞多摩那全世界能独立设计, 制造战斗机的国家寥寥无几, 如果说战斗机是工业体系的王冠, 那航空发动机就是一个国家工业王冠上的宝石, 自主研发的沃喷15发动机迟迟难以出炉, 一直是坚实最大的难题, 90年代初期, 空军引进第一批族27时, 才多买了一些AL-31发动机, 刘华清将军亲自拍桌子决定, 这件是缓性发动机, 要不然上天没日子, 然而, 前一发而动全身, 更何况是心脏, 缓发动机后, 整架飞机等缓性布局, 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改动, 几乎等于推倒重来, 1997年6月2日, 新剑01G在132厂完成了总装交付, 此时距离宋文聪的那个制作胶片的夜晚, 已经过去了15年, 总算是曙光出现, 10号即将从发动机驶车, 到地面高速滑行, 并最终首飞, 谁能想到, 接连两次, 发动机开车, 事业失败, 液片出现大规模损坏, 隐性的发动机甚至便利报废, 整个工程在一次阴雨笼罩, 虽然说美国的F22试车时, 发动机也打坏了两排, 但和美国比起来, 我们哪有那么多的发动机来进行试验, 已经接约多年的宋文聪, 狠狠地抽了几口尖, 望着满眼泪水, 却依然紧紧咬住嘴唇的员工, 只说了一句, 让大家吃饭去吧, 咽下苦涩的眼泪, 他们进行了从头到尾的排查, 封堵, 待发动机再次转动时, 终于有了龙影般的轰鸣, 战影的心脏终于能正常跳动了, 1998年3月12日, 据预计的首飞, 还有短短的十几个小时, 红毯已经铺好, 领导的专机也即将到来, 可就在这个节骨点上, 机械员张凤贵发现, 发动机运转时, 机身露下了不意察觉的三滴油, 地面路由可能不意味着什么, 但要是出现在空中, 燃油烧油泄露, 就可能遇上点火花, 说不定会导致整架飞机瞬间爆炸解体, 我们绝对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一点, 不弄清这三滴油的来源, 绝对不能让我们的飞机带着问题上天, 关键时刻, 大家重新冷静下来, 最终发现, 由于俄方改装发动机的时候, 有八个密封处没有进行封堵, 导致了发动机漏油, 十天后, 尖十载度站在停机坪上, 可惜天空又不作美, 阴霾笼罩着机场, 从上午九点一直等到下午四点, 最后条件勉强达到首飞要求, 指挥员把试飞员雷强拉到一边, 雷子, 能不能飞, 毕竟上百次重大险情, 一路从雷阵里走出来的雷桥, 沉默片刻, 从最初二十四人是飞小组成员, 到五人首席是飞团队, 再到今天决定由自己首飞, 十三年的苦练, 不就是为了这一飞吗? 他坚定的说, 飞, 陪同他的大队政委, 看到雷桥血脉分张, 像喝多了酒一样, 一把抓过他的手, 麦夫竟然跳到一百五十二, 跨进座舱, 雷枪一扭头, 发现是飞局局长, 脸上挂满了泪水, 从事实飞十七年, 这还是头一回有人在他飞行前调类, 风潇潇吸一水寒, 一股被撞气般弥漫着整个机场, 萦绕在每个人心头, 和传统飞机不同, 坚实采取了静步稳定设计, 静稳定飞机和静步稳定飞机, 好比三轮车和自行车, 前者好控制, 但不灵活, 后者机动性好, 但对飞控系统依赖性强, 一旦飞控出了差错, 人们无法操纵, 国外首飞舰飞控飞机, 通行的做法是加在重量, 使其变成传统的静稳定飞机, 但是飞员完全熟练后再改回来, 航空专家附前上告诉北京日报纪事记者, 首飞前, 他最担心的就是进步稳定设计, 还曾写信给空军, 希望他用过渡方案, 因为飞机研究史上, 电船飞机是飞没有步摔的, 他哪里知道, 最难的电船飞控系统, 是杨伟这个15岁上大学, 21岁就研究生毕业的天才在板关, 之前最为众人担心的部分, 却成了坚实最为出彩的地方, 今天, 就是瘸胳膊断腿, 我雷强也一定要把飞机给弄回来, 关闭坐舱盖, 他一下子全无杂念, 点火, 滑出, 加速, 拉杆, 飞机, 腾空而起, 雷强操纵战机, 右条部门地坐着各种试验动作, 按计划完成绕场战圈的飞行后, 雷强又主动倾盈再飞了一圈, 17分钟后, 战机一个雷强的下滑, 稳稳地落在跑道上, 下了飞机, 他抱住宋老聪说, 宋总, 这才叫真正的飞机啊, 首飞归来, 雷强累撒机场, 一次画时代的首飞圆满的画上了句号, 回忆起庆功宴, 宋老聪的接班人, 千月二十的总设计师杨文记得很清楚, 那时候老头, 已经六十八岁了, 但他很开心, 喝了不少酒, 一时兴起还唱了一段鹅鹅歌, 高兴地对年轻人说, 我出生于三月二十六日, 坚实首飞成功是三月二十三日, 以后, 我的生日就是这天了, 是飞圆成设计师首飞不易, 定型更难, 国外所有的第三代战机试飞周期, 军战型号研制周期50%以上, 有的仅达80%, 苏二十七的原型机, 经过了十年的试飞之后把项目全局推翻, 直至P-10F才设计定型, 美国的F-16边飞边改, 前后经历了三十年时间, 而坚实试飞周期, 仅占整个型号研制周期的30%, 坚实飞行的安全范围是多少, 对空对地的攻击性能如何, 复杂机动的能力又如何, 必须有人, 用自己高潮的技术, 试验出了这些临界数据, 用英雄试飞原理中华说过的一句话形容, 试飞就像摸电门, 如果说电量开响, 不足以达到试飞的效果, 而如果一步小心开弹, 甚至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从基本动作, 到对飞行极限的挑战, 坚实的试飞要闯过30多个科目, 包括空中对接, 低空大表速, 打公交, 空中试单板式等高难动作, 可以说是惊心动魄, 2002年8月23日, 试飞远走进国宇宙电学, 德商机编队刚刚起飞不久, 就发现了机场镜头杀城豹的迹象, 两架尖尸如同离旋的剑板回机场, 在最后一架飞机落地时, 机场已经被黄沙笼罩, 2003年11月24日, 试飞员工庆辉进行全载和试飞时, 飞机跟左侧腹一试制控制, 瞬间产生了接近60度的倾斜角, 他驾驶着已经操纵十分困难的战鹰, 平稳地飞回机场, 着陆之后, 飞行服已经被汗水湿透, 2002年5月6日, 试飞远离中华试飞全场客信时, 通过一个仪表的不正常读书判断, 除了飞机的液压系统可能存在漏油, 他果断放下起落架, 究竟选择着陆, 事后证明, 如果晚一分钟, 飞机的起落就降放不下来了, 2003年8月23日, 试飞远徐永灵, 利用新的方式, 实现了空中加油的对接, 同时中国突破了 牙式部局飞机的空中加油难关, 为坚实的正式列装扫清了障碍, 2003年12月25日, 实弹打把, 面对突然锁定的把机, 徐永灵果断使用被用方案, 发射导弹, 击中目标, 若再晚几秒, 把机就快飞出空中走廊, 国外的三代机是飞中, 无一例外都有摔飞机的惨痛经, 980亿年, 这可是惊人的数字, 要知道, 改革开放后, 邓小平一再提出军队要忍耐, 以经济建设大局为重, 在军费压缩的档口, 为什么还要拿出五亿元搞新一代兼机呢? 中国停下来, 世界却在飞, 刘亚洲上将曾这样描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空军, 十年浩劫后, 清点家底, 空军装备实在惨得可怜, 虽说我军拥有数以千计的建议, 但这种一代战机, 只有防守之功, 并无还守之力, 脱台于米格二十一的第二代战机间期, 1966年研制成功, 刚开工就赶上文革, 文革后空军装备, 的尖七和尖七一总共不过几十架, 中国也曾下大力气研究高空高速的尖八, 并于1969年七月首飞成功, 然而, 从首飞到设计定型用了十年, 等到尖八达到实用化阶段时, 美军的作战飞机, 早已转向了低空, 高速, 突防, 尖八又落后了, 以美国F-11, 法国幻影, 2000, 苏林苏二十七位代表的主战装备, 已发展到第三代甚至第四代, 1982年, 空军到法国考察幻影, 2000, 葛文雍将军亲自示飞后, 显然大受刺激, 他撩下话说, 如果将来和他们的飞机对抗, 除非是人家犯了错误, 否则我们绝对不可能把他们打下来, 葛文雍回国后还特地给飞机设计师们讲课, 他说, 我们现在飞远航, 飞行员必须把地图放在膝盖上, 按速度表的读数和时钟记, 力, 然而在坚实的是飞中, 虽然飞机出现过故障, 但从没有一次事故导致击毁人亡, 堪称是飞史上的灵山王奇迹, 这些奇迹背后, 除了功勋士飞员又高人胆大, 还与坚实优良的人机界面相关, 过去苏式研发体制毫不重视操作者的感受, 导致人机功效恶名远扬, 宋马聪的研发团队吸取教训, 自始至终要求是飞员采取飞机设计, 技能墙就提出各种改进设计建议一百多项, 比如驾驶杆, 油门杆, 当初都是使飞员没有橡皮捏出来的, 油门杆上的九个按钮应该怎么布置, 怎么样才能尽束缚, 又能把几个手指都利用起来, 这都是飞行员提出来的, 再比如控制系统, 雷强在试飞时发现拉杆时反馈的力量过大, 就要求设计人员逐渐往下减, 直到合适, 然后又让许多飞行员来使用, 直到大家都认可, 试飞员直接参与飞机设计, 不仅使新研制的飞机更便于操控, 还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和整体研制进度, 像雷强这样的试飞员, 被誉为半个总设计师, 从尖石到尖二十万两千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新华社报道, 尖石将成建制装备部队, 形成作战能力, 这是尖石揭开了层层面纱, 第一次在公众面前亮相, 实际上, 在此之前, 尖石战斗机已经装备部队, 一九九年, 科索沃战争爆发, 七十八天的战争, 全由空军完成, 且号称零伤亡, 现在战争再一次显现出队, 空军被倚重, 中国空军的战略业同防守型, 便为了攻防兼备, 形势所迫, 兼施尚未设计顶型, 军委领导就决定先投入批量生产, 交付部队提前使用, 这个决定, 开创了我国战斗机研制的先河, 也实现了我国航空武器装备, 从第二代的第三代的跨越, 2003年3月, 首批飞机交付部队, 宋文从申请讲道, 先坚到今年已经18岁了, 终于可以参军了, 在座的航空人无不动容, 要知道坚实飞机是中国人的蒸汽机, 他在银河号受尽侵入的航行中, 他在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的废墟里, 他在往北京天地气鬼神的那一撞机上, 把中国人, 航空人的备份和憋屈, 化成了埋头苦干, 历经突治, 傅前哨说, 一件数位代表, 中国的航空空业与西方的差距不再是望尘莫及, 而是望其丧备了, 在监视研制过程中, 还催生了我国第一个航空电子系统研究室, 我国第一个具有国际线线水平的数字是, 电船被控系统铁鸟试验台, 国内第一个高度综合化航电5G系统动态模拟综合试验台等多个航空科研设计机构, 宋兰聪曾经这样评价坚实, 走过的两个18年, 前18年是我们努力论阵研制, 尝试手工制造, 最终实现守卑的18年, 后18年, 是监视不断是飞突破, 猎庄部队, 成长了18年, 然而, 他却没能够等到监视的18岁生日, 在孩子生日的前一天, 悄然驾驾西去, 2018年2月9日, 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隐身战机兼20, 开始猎庄空军作战部队, 但附近守卑祖国空间的使命, 其实, 在监视手飞成功之后, 宋文聪就将试飞组织工作交给了两位, 自己的继续带领气动设计小组, 开始了下一代战机气动设计的摸索, 最终宋文聪提出了小展弦比胜利体压式布局, 通过机头窝, 前边条窝, 家一窝, 边条窝, 主一窝等著多窝流的奥合, 达到了空前的气动性能, 而这个布局, 也进而发展成了现在的歼20, 看着写字台前与恩师宋文聪的合影, 歼20总设计是人为思绪万千, 如果当初没有宋文聪那句别走了, 他也许会出国留学, 与中国的新一代战机师之交臂, 从歼10到歼20的研制, 中国垮代的两星战机首飞时间仅相隔15年, 歼10研发培养出的团队, 正展现了强大的设计能力, 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二个福音隐身重型战机的国家, 除雷强所说, 如果说设计碑机好比小学生学写字, 仿正建立, 间期就是学正凯, 然后在设计间期, 的时候就开始写情凯了, 到研制间时就有些许多地方, 开始自行探索发挥了, 属于草书, 再到此待机, 咱们就不用再受到自写的限制, 可以自成一体了, 本期作者, 宋文也把全声明, 本公众号所发布的内容, 除著名来源外, 版权均属北京日报社所有, 任何媒体, 机构或个人未经协议秀全部的转载, 链接, 传帖或以其他方式复制发布或发表, 为者将由北京日报社以把追求责任, 的时间估算里程, 按楼盘在地图上定出当时的位置, 而幻影2000则已经计算计划了, 他有听闲, 飞行员只要将指示标志对着地面目标, 就飞到了, 用不着飞行员去新三, 这样又快又准, 如今寻常的导航系统, 在当时对那些研究飞机的设计师们, 竟也是文所未文的新玩意儿, 显然, 我们早被人家远远抛在后面, 更紧迫的是,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世界局部战争封烟四起, 战争形态也在发生变化, 1981年, 以色列空军之四架飞机编队, 摧毁了伊拉克的塔木兹和百应队, 之后全部安全返航, 全程2000余公里, 空军指挥学院训练部副部长王明亮总结说, 八十年代, 一系列局部战争, 有几个鲜明的特征, 一是空中力量起主导作用, 二是空中力量的主要作用是进攻, 三是已经开始出现信息化战争的苗头, 开始使用精确指导武器, 如何应对这些变化, 邓小平提出, 首先要有强大的空军, 要取得制空权, 否则, 什么仗都打不下来, 这是把空军摆到了军队现代化电社的首要地位, 空军现代化, 买新极无疑是最快捷的方式, 为了买不买换影, 空军曾组织专家研讨了一个月, 最后一算账, 部队的采购费用, 只购买24架空机, 要使用, 不但要买飞机, 还有地面维护, 武器但要挡配套也要买, 总共得花几百亿, 中美建交后的明月期, 中美还曾想, 合作改造尖巴, 美方同意提供低端发动机和雷达, 不过后来因为美国工资返回, 只能作罢, 战斗机因其对抗属性, 只能搞自主研发, 中国航空工业重新制定了更新一代, 研制一代, 预言一代的发展方针, 即用歼7, 歼8期待老式战机歼6, 加速研制歼7, 歼8的后继改进行战机, 预言能够满足2000年前后空, 海军作战需要的先进战机, 先进研制拉开序幕, 但它要达到什么技术指标, 才能与2000年, 世界先进飞机抗衡, 什么样的方案才能继符合中国国情, 又适应现代战争需要, 一切还有待研究, 15分钟你转移, 1982年2月, 第一次先进方案, 论政会在京召开, 有关领导和航空界专家, 140亿人参加, 会少提出新型尖机机的空战能力, 又由于, 现有的尖8-2以及苏联当时的米格23尖机机, 争取性能接近每次F16战斗机, 为此, 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601所河南昌的宏都650所, 巧登夜战, 不到一个月就拿出了两个设计方案, 沈阳601所的方案, 是在尖13基础, 上重生, 得便找一物局战斗机, 尖8首飞后, 空军对其性能并不满意, 根据越南战争中的教训, 尤其希望改进攻杀格斗性能, 因此, 尖13的研究目标, 是一款类似于早期F11的格斗战斗机, 在空军, 尖13被命名为二号任务, 可见其重要性, 南昌所的方案是以强游为基础的, 衍生改进款, 由于强游固有的结构复杂, 重量大, 可靠性差, 所以从一开始, 这一方案就不被人看好, 总共只有两个方案, 而强游衍生方案又是来打酱油的, 这样一来, 601所的方案, 几乎被内定为胜出方案, 这也在情历之中, 苏联专家撤走以后, 国防部集中所有的战斗机设计力量, 在沈阳组建了601所, 在飞机设计领域, 601所是名副其实的共和国长子, 至此, 先监与宋文聪, 后来的监石总设计师 和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 611所还没有任何关系, 他们甚至连参与竞标的机会都没有, 航空部只是临时通知他们, 来四个人到北京参加评审会, 放逐地单位参谋, 完善, 当时611所, 刚刚经历了监酒项目的惨败, 总设计师宋文聪, 还在贵州做件西饭饭饭的技术脚底工作, 接到通知后, 宋文聪匆匆赶往北京, 不过他留了一个心眼, 让同事把研究兼90V亚时方案资料也带上, 宋文聪, 让宋文聪做首不及的事, 预备会后, 时任航空部经济局副局长的王若松, 突然到房间找到宋文聪, 开口就问, 611所是不是已经有可供参考的方案, 并要求他在评审会上做一个汇报, 由于事先毫无准备, 611所手头连个模型都没有, 他们只得去隔壁房间临时建了几张透明胶片和灰图工具, 又要各通宵, 把一些重要图形, 区线和参数画在胶片上, 601所来了三, 凌鱼人, 准备充饭, 第二天一整天都由他们站至演讲台, 因为是临时安排, 王副局长只为611所在日程表之外, 争取到了15分钟, 第三天, 在兄弟单位汇报的间隙, 宋文聪抓住机会, 从未来战争怎么打抢起, 又画风一转, 提出应对超时制空战, 战绩应该具备的基本计战术指标, 而要实现这些指标, 心肩所应具备的性能, 比如要有中具蓝射, 要有电子对抗等等, 而是刚好击中了殲13的软肋, 殲13总体布局参考F16, 但在雷达, 发动机, 导弹, 电子设备动子系统上比F16逊色, 他想赶上F16, 但没有超越了野心, 反观611所的方案, 采用压式布局, 当时世界上除了瑞典的FOP37, 还没有第二家搞这方面研究, 可说只超越F16的三代半布局, 更加到达的是, 采用当时在国内还属于空白的进步稳定设计, 虽然招致质疑, 但军队对这种时髦的方案更加青烂, 用银小学的观点看, 601所的方案, 是在迎合空军的需要, 而611所的方案, 是通过研究未来战争, 为空军创造了需要, 为什么宋文聪不但了解飞机, 还了解空战, 原来, 早在抗美援朝期间, 他就作为修飞机, 的机械师参加了空军, 因为对空战有着更能感性和直观的认识, 他在研究启动补局时, 总会考虑到空军的专属战略, 10号机密本来已经一边倒内定的方案, 开始出现变数, 此后, 方先的传说是宋文聪用15分钟的论证拿下了项目, 不过, 坚实项目行政副总指挥验详, 在数十年后对此做了澄清, 这个说法似乎简单了一些, 这15分钟的方案介绍, 是凝聚的这个团队长期工作的结晶, 他们很早就为这个方案做准备, 由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才有了整个设计方案的介绍, 与其说这次15分钟的汇报是临着魔枪, 不如说这是坚九研究15年的总结, 坚九项目, 是和坚八一起, 在1965年作为坚七的后续机型被提出来的, 出于控制风险的考虑, 技术保守的坚八方案, 被作为主攻方案终点保障, 并在1971年很快上天, 而坚九项目, 因为要求太高, 在601所并不受重视, 1970年, 中国大杠三线建设, 601所成立成都分锁, 把严着坚九的小组直接调去了成都, 这个601成都分锁, 就是后来的611所, 当时的任务, 就是继续研发坚九, 宋文聪本是601所培养起来的中国第一代本土飞机设计师, 但文革期间也只能种种菜, 起初, 转移到成都名单并没有他, 但他割舍不下自己钻研, 那数年的坚九项目, 就和妻子买来木板, 自己装箱, 踏上了转移之路, 让人啼笑皆非的事, 由于太过边缘, 宋文聪决定随大队出发的事, 既没有人同意, 也没有人反对, 在成都, 坚九项目五次更改设计指标, 项目五次上马六次下马, 各种设计方案更是无益计数, 由于项目在1980年终止投资, 几乎把611座推到散火的边缘, 正所谓火福相依, 为了满足聚望极高的技术指标, 设计人员采用了当时在国际飞机设计中稍有限力的, 伪加前一布局, 也就是后来的牙齿布局, 而在坚九的反复折腾中, 611座把压力与主义的匹配方案都做了个遍, 风动实验进行了上万次, 这种对牙齿布局的深刻理解, 在世界范围来说, 也是首屈一指的, 失败的坚九, 使得宋文聪在这次评审会上, 拿出了可以信服的理论依据和试验数据, 会议决定, 在不确定方案, 601所和611所各自完善方案, 两个月后在议, 4月, 第二次选行会如期召开, 宋文聪这回有为而来, 为了使压是布局更有收服力, 他亲自用有机玻璃, 只做了一个飞机模型, 可这模型实在太小, 下面的同学根本看不清, 他灵机一动, 把模型拿到画灯机前, 在幕布上投出一个巨大的投影, 就像新以代战机穿锁在云海里一般, 经过五天级变, 空军、海职和总参, 都投了611所的票, 认为牙齿布局更先进, 而部分航空专家则担心进步稳定设计风险过大, 从而转为支持601所的方案, 第二次会议依然悬而被决, 不放专家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 进步稳定设计可以带来优良机动性, 同时却给飞机控制带来极大的挑战, 同期的美苏战斗机最多, 仅把静稳定性放宽至零, 而我们却要达到复数, 这的确让人捏着一把汗, 为了用数据说话, 总文聪团队硬是把三年要做的试验, 用一年完成了, 先后完成了三期的高低速风动试验, 流浦观测试验, 坚实的总体气动布局, 就是在那时候打下的基础, 包括复合扭转技艺的理论计算和工程化, 都是这个阶段完成的, 1984年大阅兵中, 尖巴由于技术问题, 没能飞天安麻, 实院国防部部长的张爱萍将军气头上说, 沈飞别搞其他的了, 把尖巴弄好就行了, 同年, 军方表态, 希望发展有潜力的飞机, 可是这夸大跨越的新型战机这能设计出来吗? 上集把松文聪等人找试, 问, 你们敢不敢立军令状, 松文聪不假思索, 底接瓜子何必, 又递给他的副手谢品, 你的字笔我好, 你来写, 一份斩钉截铁的军令状, 存生了直冲小哈的中国第一款第三代战斗机, 项目代号十号工程, 这项工程如此机密, 以至于宗老聪跟弟弟都绝口不谈, 弟弟在他家看到几本医学书籍, 还以为哥哥改行当了牙医, 运筹直到监视空中加油, 舍林社1986年, 监视项目上马, 总文聪被任命为总设计师, 正如有机玻璃投影出的身影一样, 学号虽然美好, 但却有些飘渺, 一架战斗机的设计, 集成了一个国家工业体系的精华, 而监视的研制在当时是航空领域规模最大, 技术难度最, 未经许可,